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税25%,中国随即回击,电燃美中贸易战火,15日美国股市受到拖累下跌,道琼工业指数收跌84点,标普500指数收跌0.11%,纳斯达克指数收错0.19%,综合媒体报道, 美国总统川普15日宣布,从7月6日开始对中国500亿商品加征关税25%,中国随后回击,在16日凌晨宣布农产品、汽车、水产品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,加税25%,美中贸易战拖累部分企业, 美国对中国最大出口商波音公司下跌1.3%,对管税敏感的建筑设备生产商开拓重工,Caterpillar,和化学品公司杜邦,Dupont,各下跌2.0%和0.9%, 今日美股收盘,道琼工业指数收跌84.83%或0.34%,报25,090.48点,标普500指数收错3.07点或0.11%, 报2779.42点,纳斯达克指数收低14.66点或0.19%,报7746.38点,费城半导体指数收低1.08点或0.08%,报1422.04点